《香港政壇风云》主持 塔哥 苏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政壇风云》 《议员列转》 《陈伟业列转》 第十一集 真是很尴尬 想不到真的可以讲这么久 因为里面有一半的内容是和他没关 好像我们上一集那样 七成都没有他没关 好了 上一集我们已经为他的《政壇风云》作了一个总结 重要的话 这算是一个特册 其实我们也要强调大舅 其实这一集节目不是因为你向SOHO提出一些质疑 我们才公布施仇去做 不是的 我们是一早已经策划了这个特册 这个特册叫什么呢 就叫做陈伟严是鬼问好的特册 你一听就知道我们从他开始策划想这个系列就已经想到了 因为没办法 因为大舅或者他整个政坛的生涯 他都是充满着被人骂的声音 是吗? 是的 由他离开民主党之后 民主党就骂他 离开了四个星期之后社民又骂他 到他去到和萧生吵架的时候 不是 和毓民吵架 和毓民吵架 然后本土派就骂他 跟着他和特朗普吵架面 那些人就继续骂他 所以也挺多什么的 好了 但是这次我是说 首先我要说 其实我当然不是很喜欢做这个事情 但是既然那些黄丝很喜欢做 我为了迎合你们 我都用回你们的角度 就是 喂 总有些人是有些不干净的 我都要很仔细去检验他 究竟他是不是鬼 那些黄丝最流行的 那当然黄丝很少的地方是 他们不喜欢的人就是鬼 就是鬼 但是喜欢的人做这些是没问题的 是 小错 所以大家放心 就算我们会做这个检验 我先在这个免费的环节 先说一下 我的结论你也不算是鬼 不算是鬼 我也觉得他不是 不算是鬼 但是不是不是鬼 是不算是鬼 OK 我也觉得挺有趣 或者挺巧合的地方 我们会用四个角度去检验 去检验一下 究竟陈偉宜是不是鬼 是 而这四个角度 就刚巧是 2019年 甚至2016年 朱凯迪已经有提过 就是有四股的莫势力 是很喜欢联合一起 互相勾结的 就是什么 官商向黑 是的 但是当然了 我们去检验 陈偉宜是不是鬼 这个官商向黑的四大势力 就不是说2019 或者朱凯迪那些 其实有点像 托麦和Sally 但是 我们也是会逐个逐个和大家说的 好了 先预告一下 那官呢 其实就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特首 那我们其实会发觉 陈偉宜是和某些特首是特别亲近的 我想先说原则 就是 2019年之后的气氛很不同 但是你想想 其实以前做议员 跟这几番东西有联系 就不算是一个 以死罪来说 绝对不是死罪 但是以正不正常来说 其实也是正常的 是 因为你做议员 你就是一个 四空八达的渠道的集合点 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明显 就是你死我忙 是的 不是那么议员化的 是的 你代表某些利益团体发声 也是议员天职的一部分 虽然我要强调 是的 由社民连开始 就是想带出这个议员对立 是的 所以如果你是社民连的成员 但是你又这么模糊的话 是的 那是有些问题 但是我又要补充 如果说话 毓文也是这样 就是你不能够说 因为社民连开始 一直带出这个议员对立 但其实他们自己本身 也不是那么议员的 是的 你看一下我们说 毓文那个系列 都知道他跟建制派 有好朋友 很多都 所以其实 你说 如果你要把那些东西 拉到最极端 一定有得你捉 是的 这些就是黄丝最喜欢的 所以我们要开头 我都要先说一下 我都要先说一下 因为很多人可能 因为情绪 或者19年之后才认识政治的东西 可能他们会觉得 这件事很不舒服的 但是必须要说 就是 其实这个是 所有全世界 普世价值 所有政客都应该是这样的 政治人都应该是这样的 他应该跟各方面都可以谈 或者可以不谈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 就删了可以谈那件事情 其实就不可以 但是不是一个 完全正常的状态 是的 但是 好了 那些沉悦业 因为他的历史也很长 由他回归前 到回归后 到他退休 这段时间是太长 所以他 你要去检视 我觉得一定要 要全面一点 你不能够只是检视 他后面那一部分 又不理他前面那一部分 如果你只是说 你这样 你就一定是鬼了 你可能说得通 就好像正如你所说 玉敏又捉到 你就要捉回民主党 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原则 就是这样 但是特色就是 总之一捉鬼 你怎么都会说到 是鬼 是的 只要你说他是鬼的总统 但是我都说 捉鬼最有趣的地方 是人家选人来捉 是的 你不会发觉 每个人都是鬼 但是你自己人 就没有问题 但不要这么远说 因为刚才说的 有官商 官就是什么 官就是特首 商是什么 商就是地产商 地产商 香呢 当然就是那些香市牌 现在就是 某个传媒 我只能够说 如果你说 我们就绝对相关 是的 绝对相关 这个要很小心 这个要很小心 因为我们要学一下萧生 就是萧生 就是萧生说到张玉山 是的 我都说过张玉山 我都说过张玉山 绝对不说 我心想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 你什么都这么说的 张玉山你又不敢说的 大哥你又不敢说的 绝对 好 那我们可以正式开始先 好 好 第一个官 其实我们现在是有五任特首 你是很明显看到 大九是很憎恨 某两个特首的 即是不像李家超 李家超当然都可以当作是憎恨 但因为他已经fade out 不是李家超 他最憎恨的两个特首 一个就是曾任权 我可以告诉你 他最憎恨那个 甚至乎超越了梁振英 就是曾任权 是 你发觉每一次去讲曾任权的东西 都是咬牙切齿的 好 接着彭第二就是这个 梁振英 这个其实很合理 因为大家都争他 好 有唱的那是什么 我说彭第三那个 就是这个林郑 但是林郑呢 那条界就是 很模糊的 开始模糊的 他就不像梁振英 咬牙切齿的 甚至乎你可以看到 有些微妙的感情 虽然说他们有东西 但是有些微妙的感情 其实有些东西 你真的要收费环节才够 当然 最后当然就是董建华 我很反感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当日他自己拍了一张照片 在一个公开场上 他就拍董建华角头 他不是自己拍的 总之不是传媒拍的 还是找人帮他拍的 他就post了这张照片 然后他就说 我是当日亲口和董先生说 如果想收听完整内容的朋友 欢迎订阅《无神论者的巴别塔》 或者Sohonews Patreon 里面的指定计划 这个政坛风云系列 我们会持续